三南投县仁爱乡发生了轿车坠河的意外 有两名在庐山温泉饭店工作的人员 在前天深夜上班途中 疑似因为天雨落滑 结果车子失控 整个冲到了大约200公尺深的西谷里 而且一直到今天的上午才被眼尖民众发现 不过两个人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中南人员到西谷确认小轿车里的一男一女已经过世后 另一个难题来了 怎么把尸体运上去 最后决定用仰飘的方式 先送到下游沙洲再拉上岸 先将尸体放进尸袋为了安全起见 还在两端绑上救生衣 接着推进西流里 由三位中南人员借着湍急吸水运送 没想到水流太急还差点灭顶 还好中南人员平日训练有素 利用自救方法扶了上来 不过人在湍急的溪流中还是险象还生 家属看到则是泪流不止 这起因外发生在27号凌晨 车上两人都在庐山的温泉饭店上晚班 推测可能是当时天雨路滑加上视线不佳 车子才会不小心失控 从草丛直冲下200公尺深的浊水溪上游 就当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才将尸体调挂上来 他们也对民众提出呼吁 下雨天开车一定要小心 车况也要先检查 才能减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明星新闻天真新南投报道